你 舅舅 还没睡呢 你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呢 想妈妈 想妈妈 我女儿怎么不想爸爸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 那车都在摇 打得火热 妈 你干嘛 我得去看看 快走 喂 这么晚了你们俩去哪儿 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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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门对俩怎么 就像我们俩 怎么样 没说错吧 丹宅烈火 你们俩在干什么呢 不是要出去散布吗 外头有野狗 害怕 我去看看 好疼 肚疼 怎么了 怎么了 他肚子疼 肚疼 你赶快把服务里去 我去看看哪儿来的狗 哥哥 疼得不下了 什么 我爸 我真真的没疼 你俩是去医院了 你让我缓一缓就好 缓一缓就好 缓一缓 缓一缓 天心 你回来了 你回来我就好多了 大家好 马上好 伯父 太晚了 我妈天心的危险 就开始把她送回来了 王总 你先回去吧 好 等一下 天心 你先进去 爸 都这么晚了 你也知道晚了 天心 赶紧回来 进窝 那没什么事 我也先走了 伯伯 等等 别再看了 天心啊 你谈恋爱 姑姑真是替你高兴 但是这个 我妈的意思啊 是下次别在家门口 别娘 我看你是不想跟天心继续相亲了 咱不是都说好了吗 从明天开始 你如果想跟天心继续相亲的话 晚上九点钟以前 你必须把她送回家来 九点那也太早了 八点 九点 好 九点 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 伯父 就是因为你们是大人的 所以要早点回来 太危险了 行不行 不行 明天我让沈宇航去 我答应你 每天九点之前把她送回来 就这样 就这样 差不多了 回去吧 再见 伯父 王总 把嘴擦干净 爸 王总回去了吗 爸 王总回去了吗 以后晚上最晚九点以前回家记住了 九点 太早了吧 我不是百分之百喜欢那个王总了 这次会让他来相亲 那是因为他死缠烂打 才给他一个机会的 他要让我看不顺眼的话 我让他立马出局的 那你之前去我公司闹事 我看着还不顺眼呢 我给你计较了吗 你们董事长 是不是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啊 他还不知道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暂时还不想告诉他 董事长反对 也不是 情况有点复杂 董事长说 我们上下级的关系不太好 说要再多几天的时间想一想 这有什么不好的 他还要几天想一想 那既然他要想一想 那我也要想一想 爸 爸什么爸啊 你才第一次相亲 你就跟人家 就就就就就这个 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那您之前不是说了吗 让我赶紧恋爱 赶紧结婚 现在又嫌我快 你这不是矛盾吗 我说那个快不是你那个快啊 我是当爸爸的 我当然矛盾了是吧 我希望我女儿快点嫁出去 又希望你幸福 不 反正以后我又好好地盯着小子 你啊 你也改改你的脾气 是吧 人没有十全是美的 那看到他有什么缺点呢 你就帮他补足 看他有什么烦心的时候呢 你就要多多地体谅他安慰他 就两个人就是要互相关怀 再互相分享 互相扶持 那么时间长了 你才能稳稳荡荡 长长久久的 知道吗 爸 你跟我说这么多 你是不是接受我跟王总了 没有 我没说你 别瞎猜 爸 谢谢你 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谈恋爱了 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谈恋爱了 是因为爸爸的撮合 我在后房总在一起的 谢谢你 恋爱真客气 跟爸爸还说什么谢谢 早点休息 好 早点休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